大家好 这一转眼11点06分了啊 给大家看看这有一个视频 我今天收到济南市政府免费发放的人房战备应急包 打开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哇哦 首先是一个小药箱 蜡烛 这个啥呀 逃生绳 灭火毯 SOS的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这好像是一个小刀子 指南针 这是什么 啊 卡子 这是什么 链子 链锯是干什么用的 锯木 这是一个手电就不打开了 这边有一个紧急联系卡 这个是什么卡 哦 这个是他的广告卡 最后这种觉得很牛啊 防水火柴 50根 这边还有一个手套和口罩 还有使用说明书 山东济南啊 人房战备应急包啊 难道要打仗了吗 制造紧张空气了吗 啊 刚才那包里有好多东西 关键是中国人 是吧 没有受过这种教育 就是说你给他发这东西他不会用 是吧 另外都住高层楼啊 真要是美国人是吧 或者日本台湾的这个军队啊 导弹之类的巡航导弹 台湾叫巡异飞弹啊 或者是这个轰炸机啊 或者是从海上发射的导弹 是吧甭管是空中发射 海上发射还是岸基的啊 来自岸上的这种 军事基地的哈 导弹基地发射来的 一旦这个这个这个战火一开 是吧 这些东西这些武器啊 这个是吧 投射到中国的某大城市 肯定是造成严重的根本性的灾难性的后果 老百姓已经承平 承受的承和平的平啊 承平多年啊 已经是处于这种peace 这种状态很多很多年 啊中国的经济是吧 肯定会崩盘 老百姓的这个生命 是吧 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呀 房价也就崩了 房价一崩 中国的这个GDP也就崩了 经济也就崩了啊 现在你还有什么本钱跟人打仗呢 你连芯片也做不出来 粮食每年要一亿多吨的进口 是吧 石油啊多少亿吨的进口 你现在什么什么都依赖外国 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工厂 加工厂 是吧 加工一些廉价产品往国外出口 现在呢 人家美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欧洲 还纷纷的把这些产业正在啊 正在或者已经啊 从中国大陆搬迁搬走 搬到政治上啊 没这么大风险 不是这么对立的东南亚地区 或者搬回本国 是吧 你中国大量的失业已经产生了 跟外贸有关的 对吧 包括中国的农民 中国的农民是处于事实上的失业状态 因为农民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管你 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 农民就处于自生自灭 城里的工人怎么样啊 普通的职员怎么样也好不了哪去 基本上就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有人说中国的这个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零啊 我说的更邪乎 我说甚至还是负数 因为你不但没得到 你还得供养那些官僚阶级 那些实力阶层 那些红二代太子党权贵 五百个大家族对不对 看起来发这东西我觉得没多大用 是吧 这个真正战争起来没多大用 不知道他们是吓唬谁呢 是吧 这个你从小也没这种教育 你看这日本有这种应急防灾教育 你看小孩背的书包里边就有一些东西 对吧 人家都知道怎么处置 比如说这个海啸啊地震啊 是吧 当然了那个那个那个福岛大地震 也照样死很多人 对吧 但是小一点的地震 日本人是不在乎的 前两天吧 昨天还是前天 日本东京还有地震 而且还啊 那个地震的那个那个阵级还不小呢 是吧 中国人没有这种训练 中国人该训练的 该教你都不教 在学校里都教你 给你灌输的都是一些纯垃圾的东西 狗屎狗屁的东西 就让你当奴才 歌功颂德 听话 别思维啊 别有独立思维 是吧 当一个纯奴才 纯韭菜 心甘情愿 是吧 一方面剥削着你 你还得保护着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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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